美国人口最多的加州今天遭到了炸弹气旋侵袭 狂风暴雨肆虐下 当局警告居民生命财产恐受到威胁 尤其是旧金山和沙家免渡周围地区 加州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法新社报道气象预报员表示 这次气旋带来时速高达110公里的阵风及豪雨 加州地区今天整天可能遭受袭击 豪雨将一路下到明天 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气象学者表示 可能出现大范围的洪灾道路被冲毁 山坡崩塌树木倾倒大范围停电 商业中断最糟糕的事可能造成人员伤亡 加州州长纽松宣布加州进入了紧急状态 以支援阴影措施及重建工作 旧金山市已经成立了紧急行动中心 全美电力供应状况追踪网站表示 数十个进出旧金山市的航班已取消或改期 同时有约6万户家庭没电可用 旧金山市民斯里瓦斯塔瓦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我们非常担心 我花了一整天在车库前的每个入口处 对放沙包并且祈祷 希望不会造成更多损失 旧金山市府官员表示 他们正在夜以继日的工作 试图帮助居民做好准备 旧金山市公共工程部门官员高登说 我们一直非常努力的从加州北部各地取得沙包 他也警告市民务必认真看待这次风暴 如果你人在旧金山市非必要切勿外出 这次强烈降雨是由强烈低气压构成的炸弹气旋 和从海洋吸饱水汽的大气河流共伴效应所造成 气象预报估计湾区的降雨量将达到10公分 附近山区降雨量约为加倍 内华达山脉积雪厚度将达到1.2公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